台中11业者报集体切电 金额高达1亿 就是这家位于台中市 崇德二路二段的尊龙KTV 近涉嫌切电多达2000万元 台中爆发11家业者集体切电闭案 台中地检署查出 以无信主线为首的切电集团 至2013年起以倒播电表等方式切电 近年13日搜索尊龙KTV 历经皇宫等11家涉案业者 订约谈50人报案 出估切电金额高达1亿元 检方讯后以一切到等罪名 生涯无信主线等两人获准 并追查有无台电人员包庇业者 东新闻台中报道